开了两天时间,终于到亚东县城了,亚东县城现在我在加油站里面,把油加满,看看能够加多少油,跑了多少公里,待会给大家录个视频看一下,这是亚东县城的加油站,这边的话只需要身份证登记,其他都不需要,行事了他都没需要,现在加的92号,加了265块钱,看到没有,265,92号,好,已经加油完成了, 朋友们好,招了头子现在在亚东县城里面,来到亚东县城里面,在亚东县这个门口这个加油站加的油,加完油之后,今天是加了265,然后我记得从拉萨出来,我是加满油,在这个仁布县加的是130,260-130就现在也加了400块钱的油, 我看一下总县城跑了多少公里,跟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油价跟拉萨一样的,这边9块9毛3,就是4块钱一升了,我算一下我的车子跑了多少公里,烧了多少油,都看得出来了 我在亚东县城这个河边上,看见没有,前面那个是什么家,月计划吗,对不对,看得好漂亮 路边上一个停车场,然后我跟大家看一下公里数哈 我出来的时候的公里数是140,248,应该算240,因为我头一天加的油跑了50公里左右,才跑到290多,所以说应该之前出门的时候140,240公里,现在我跑的里程是140,898,算一下这个公里数,跟这个 我家的油钱都知道这个油号了,我们算一下看,现在就算140,898,就算980,就是算140,900公里,然后我从拉萨出来的时候,要干240公里算,那就是总共从拉萨到这个亚东县城,在路上折腾也好,怎么样也好,总理城是跑了, 660,660的话就算650公里,对不对,650公里的话,总共加油的话,395,395就算400,650公里除以400,这个,我看一下 670,还没顶上7毛,6毛,6毛多一点,650公里,6毛多一点的油价,今天说我现在我这个车子的话,跑一公里要投6毛,6毛多,嗯,因为这个车的话,怎么说呢,这个油价这么高,之前的话,我只投5毛,4毛多5毛,现在这个油价的话要投, 6毛,6毛要多一点,算得算得到啥,对不对,哇,还是有点耗油啊,600多公里,烧了400块钱的油,确实有点烧不起来,好吧,等一下我们去逛一下县城, 朋友们好,我是老夏,我现在在亚东县城里面,嗯,亚东县的话,很小一座县城,我在前县县城,从主路逛了一圈,没有一个红绿灯, 它是一个狭长的山谷里面,在这个河道两边,修的街道,所以说,这个街道非常窄,只有两条路,不能够停车,很多地方,城里面有一个停车场,然后,出了城之后,在河边上,看到没有,我身后这个河边上一排,上面一点,有停车位,嗯, 嗯,它这个县城的话,我感觉还没有差于县城大,差于县城还比这个大一点,嗯,要么就是我还没转完,到目前为止,我没看见一个红绿灯,嗯,主街道里面我没拍,我今天不准备待在这个县城里面,我直接往港八线走,往这个康马温泉那边走,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街道,这个是延活的街道,我已经出城了, 我现在在这个亚东县城里面,嗯,我是从这个帕里镇这条路,五六二,五六二轨道下来的,然后我现在要走康布乡,走康布温泉,走这个吉如乡,走这里去港八线,其实昨天晚上我经过嘎拉乡的时候,可以直接去港八线,走一百来公里,我从这下边绕上去的话,又有一百多,可能多了, 个几十公里吧,然后这条路的话,地图上没有标明的,没有标明的话,其实这条路,叫二零六省道,好,这条路叫二零六省道,这条路上去,然后上去之后就走,新的轨道二零九,看到没有,到港八线走,就沿着边境先走的这条路,我现在就是这条路直接,我去港八线了, 这条路的话,在导航上是收不出来的,在这个高的地图上,收不出来的,如果在高的地图上收出来的,就是从这里返回去,走嘎拉乡,这样返回来,好吧,不说了,直接往前干, 完了,朋友们,巴比扣了,彻底巴比扣了,我还得从亚东县返回到嘎拉乡,去这个港八线,吉祖乡这边,因为现在我走这条二零六省道过去的话,我在这个位置,刚刚亚东县出来,这个位置, 我看见这边的车过来,我在问他们,他们说封路了,这条路封路了,在修路,说这条路走不通了,还得掉头回去,就嘎拉乡过去,等于说今天就来跑亚东逛了一圈 大哥,这条路就是二零六省道,去康布湘,康布温泉,往吉祖乡走的,结果这条路,全线都在修路,一直到处都在修路,前面 我问过他那边过来的车,他说前面封路了,不通的哈,你只能走,走大路回去了,那没办法了啥,朋友们,巴比扣了啥,那就回去掉头吧,走远路返回去,返回去的话也可以,OK了,朋友们,不聊了 这下就只能返回县城里面,重新走,以昨天晚上来的条路,往回走几十公里 再去港八县了,亚东县的话,他两山架一沟,在河道里面,全线没有一个红绿灯哈 我到目前为止没看见红绿灯,都是放菜道的,平菜位非常难找 他就是被这个山的峡谷架在里面的 奶队那边都不看了,去不了了,然后下一次的话,再去其他地方来到亚东 啊,这一次我就不在其他地方去断了,确确实是,先去港八县吧 这个地方非常不错哈,非常不错的,亚东县 舒服得很 这条应该是老街道,还有很多老房子嘛 两边的老房子都看得出来 大哥,你把皮卡车停在路中间,你这啥情况啊,还在倒车 啊,没办法了,朋友们 本来说走这条省道去港八县的,但是没办法了,现在 那就返回去走一下,昨天没有走的 大条路,这就是县城哈,县城中心了,看到没有 随便怎么看都没有红绿灯灯,但是到处还是有摄像头 这就是亚东县城,大姐,你们走快一点行不行啊 街道非常窄这个地方,因为它就在一个山沟里面哈 好吧,啥也不说了,沿着这条原路返回 看一下昨天晚上没有看见的风景 要不然走那条20路的话,虽然说距离近一点,但是现在在修路 很多地方有大方的现象,前面就已经封路了啦,我问过好几个人啦 啊,没办法了,朋友们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吧,一路上有什么风景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马上就出县城了 朋友们好,我现在从亚东县出来,走五六的柜道去嘎拉乡,再去赶巴县 路过这个压口,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位置怎么回事 前面就是亚东县哈,过了这个压口,过了这个口子,前面都有灌木虫,有树林,看到见吧 我跟大家放大看一下,看见没有,那个铁塔下面就有树林,然后过了这个口子,这边就没有树林了 这边全部是高山草皮了,看到没有 这里过了这个口子,下面都有树林的,而且这个位置是一个压口 怎么形成的,我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山体没有,早期这个山上塌方 很早之前这个山上绝对垮塌过,要么就是地震,要么就是 泥石流,整个山体塌方下来,这一坨绝对是塌方下来的 塌方下来,整个都把这里堵住了,堵住了,形成一个艳塞符 然后这边的话是没有塌方的,这边这一块,我右手边这一块 也是左边塌方下来堵了的,把这个夹断了的,把这条路 以前是夹断了的,直接封了的,这样,塌方下来的 是百分之百的这个看得出来,然后这边的山体是没有动的 这个位置就形成了一个艳塞符,塌方下来这个位置 我这个位置,我虽然说不是研究地质的哈,这个位置是看得出来的 明明显现看得出来的,你看 这上面就是高山草垫,没有一棵树在车,灌木虫也看不见了 看到没有,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很明显的,明显的 一个,一个塌方,一个大塌方,直接从山体,整个山体垮塌下来 然后把这个,把这个路直接堵死了的,但是好多年的事了哈 这个路,堵完了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这个山体,跟这个山,这边是塌方,直接堵来堵平了的 然后活牛把它冲过去,这里修的路,因为看这边的山体的话,是根本不可能塌方的,看到没有 然后过了这个位置,下面都有树林 然后过了这个位置,往上,都没树林了 好了,今天不催了,我要着急着赶完港八线 今天天气不好哈,下午,上午的天气非常好,非常漂亮 今天下午的话就,已经天阴了 出发吧,开着我的浪迪 谢谢 谢谢